大众请起立 自成礼佛三问讯 自成向教授法师鼎礼三拜 向佛以问讯 阿弥陀佛 好的众请合掌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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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仙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大众请放掌 好主位知事主位居士大众放掌 我们今天呢继续看 勇家大师正道歌 这个勇家大师 他说啊 我早年来积学问 一层讨书寻经论 分别明相不知修 所以他讲啊 在早期啊 刚刚开始勇家大师修行的时候 他是研究天台指观 天台中的相关的经论 那这天台呢 其实是因为智者大师 住在天台山 因此就以他的住席的山为开宗的名词 那但是智者大师呢 他的天台宗 其实是把佛陀的一代实教做整理 不是他自己写的发明的一种修行方式 所以呢 他说这个是五十八教的叛教系统 所谓的叛教就是 因为佛陀的教法很多 那佛陀在世的时候 四十九年讲经说法 那是依据每一个人来的状况不一样 所以量身定做不同的修行方式 所以每一个人都不同 那我们需要解决烦恼 是共同的目标 但是解决烦恼的方法 就因人而异 因为每一个人面对的人事物不一样 那所以佛陀的教法呢 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把烦恼给化解解决 所以其实你说佛教是一个宗教吗 其实严格来说 它不算一个信仰 它不是理性 而是它其实是一套方法 就是我们学到这个方法是要能用的 而不是只是觉得很有道理 然后呢 就停留在信而已 所以我们要真的知道佛法好用要怎样 如果你真的要学佛学得好要怎样 就是要用啊 你要用用看 你要把佛法用出来 那我们现在呢 那我们现在呢 要选了三部经 最好用的三部经 叫做楞严经 因为它拿来做开悟 它说理说得很清楚 它可以把我们有很多的盲点 把它给真正的彻底 把它给把它怎样 压清了 所以师傅自己在学楞严经的过程 就是发现它真的很好用 因为有很多维系 西根省除维系 或那个很维系的烦恼都揪出来都可以看到 只是你要不要承认而已 所以有些人他就说 哎哟师傅你都讲话那么直接 这样一针见血 那你看我们自己去看中医 那医生他之所以很厉害 就是他这个下针的时候 他非常的知道你那个穴位一下去 你是不是就会好了就通了 那如果遇到一个两光的医生呢 他就搓搓看嘛 对不对 是不是 我这奇怪呢 就一支小小的针啊 为什么这个人戳了有效 那个人戳了没有效 我也来戳戳看 有没有 你敢让我治吗 好是不是 反正那个皮那么多嘛 随便堵下去 对不对 就像那个 我们去医院打针 是不是 屁股拿出来 是不是 然后呢 整片全部擦下去 闭着眼睛都可以擦 为什么 因为都是微血管 怎么擦都擦到血管里面 好那是这样子吗 这个如果真的要下针下得神准 他就不可以这样 好那要一针就要能够怎样 又要到位 这样子才有效啊 而不是有戳就好啊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 看医生看很久都不会好 因为他没有对症嘛 同样的修行也是 不是修三十年就有三十年的效果 四十年就有四十年效果 不是说我反正我出家 出久了我就会的 你出家了之后 修行了之后 你如果没有用对方法 依然还是怎样 还是迷迷糊糊糊啦 迷迷糊糊 只是大家会假设 假设说你出家久了就该要有久一个样子 就该要有一个样子出来 是我们自己最知道自己原来的样子跟现在的样子 所以我们不用跟别人比 因为有可能这个师兄 他一出家就修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他过去生就修了啊 是不是 有时候呢 有的人是这一辈子我才开始修的啊 所以我修行的时间呢 是不能跟我跟别人比 只能跟自己 你要跟你自己比较 我有没有进步 我希望这一生 我来修行的 我要进步多少 所以如果呢 我们忘记这件事情呢 你就会把别人的故事当成是你的故事 把别人的经验当成是你的经验 那问题是别人走的路 别人的故事 别人的经验 不一定是你的经验 不一定符合啦 但是呢 佛陀他就是很有经验 而且呢 他的经验是什么 都是成功的经验 佛陀的方法是 很多人测试过 都会成功的经验 这就值得参考 听得懂吗 所以为什么佛陀会讲 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我现在教你的方法 都是我实验成功的 我做成功的 他是可以修正的 所以你要相信 第一个就是要相信 相信这是有效方法 第二个你还要相信 你自己会成功 相信你会成功 以前我们学佛都说要无我嘛 对不对 结果无我就怎样 每次师父说 你是菩萨 不是啦 不是啦 师父你不要乱说 是不是这样 我一旦要称赞一个人 你看法剧 你很不错哦 然后他就开始怎样 是不是后面有人 又要骂我了 又要怎样的 是不是前面先给糖吃 那你看换得换吃 那我真的很不错吗 我真的很不错 所以我们要改变了 自己原来的这些想法 那我们的什么想法 就是你不知道 你自己的价值 所以当别人在否定你的时候 你就会很生气 有没有 是不是你怎么可以看不起我 那你要去看啊 那你有没有肯定你自己的价值 你如果自己都肯定你自己的价值 你就不会在意别人的评价 当我们自己不能够肯定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呢 那当然你就会很在意 他说我好 说我不好 到底是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可以那样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所以呢 其实这件事情啊 我们就要回到这个勇家大师 也是这样 他说我早年来 我也是一直寻师仿道 就是想要了解佛陀的教法 以前是研究了经教 很多人研究经教呢 为什么 他只是为了要得到某一方面的肯定 是不是 师父这个师兄都专门研究华颜经 这个师兄都拜佛拜了几万拜 这个师兄他已经送了几百部几千部的什么经 有没有 这个师兄他都怎样怎样 度了多少众生募了多少款 这些都是有违法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 其实常常呢 就是只是为了要肯定你自己 而不是为了要解脱你的烦恼 了解吗 会迷失啊 所以这个勇家大师呢 他说我早 我以前呢 积学问也是如此的心态不对 我的心态就是为了要被人家肯定 我总是要做出一些成果 做出一些效果来受到人家肯定 这样 那请问你的动机对吗 不对嘛 可是也有另外一种 就是哎呀 这些都是执着啦 你看那些人 捐那么多钱 他们就是孤名钓鱼了 为了执着啦 要人家称赞他啦 有没有 你看你那么多经 其实也还不是想要当第一名 那请问你说的人是不执着 那你拿出什么指标来告诉人家 你不执着 不执着不表示 我都不作为 不作为就是不执着吗 不见得哦 了解吗 所以有另外一种极端 就是只要师父肯定他 他就很害怕 不对不对不对 我没有我没有 我一点都不没有 我是最后一名 你最后一名 你还是有名啊 要跟人家比就有名嘛 对不对 那你的心为什么要这样 也是一样啊 就是毛病 毛病在哪里 不能肯定自己 好 一样啊 是不是 第一名 有执着 最后一名 有没有执着 要不然你试试看 你去笑那个最后一名 啊 每次都最后一名 太烂了啦 他一定也会生气 是不是 他会跟你说什么 你们第一名 有什么了不起 请问他在说人家 有什么了不起的时候 他有没有执着 是不是 好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们自己就要回头 如果我们修行修修修到 这一些所有的累积 都只是为了要让人家肯定 那一定就是迷失你自己的心 好 但是佛陀他讲的教法 值不值得学习 你说永家大师说 他也是这样子啊 分别名相不知修啊 好 最后呢 就是还是没有办法啊 所以表示 不要读经 不是 其实不是 是你要清楚 你读经的目的是什么 我为了要 让自己更明白你自己 然后呢 当我遇到不同的人的时候 我可以像佛陀这样 好 可以给他正确的 就是我们 我们学这些法 就是要利他啦 就要利他 最近大家不是在写 讲那个罗汉吗 我讲罗汉的故事 我为什么要讲罗汉的故事 我为什么要来告诉大家 五百罗汉 是不是 我是要来借这个罗汉来炫耀我自己 很很跟这个罗汉很熟吗 不是吧 还是因为没办法啊 师傅就规定我们要讲啊 师傅就规定我们要讲啊 那你的动机 何必要去变成这样子呢 第三个 哎呀 你看我现在讲到这个罗汉 我要讲的世界最好 我要在所有的师兄都比不上 所以就开始呢 用一些 什么PPE把它弄得最美 然后呢 就是 哎 这个 那个画面给他弄得最漂亮 然后声音把它弄得最美 最好听 是不是 那你何必做这些呢 重点是你的法 有没有讲清楚 有没有讲好 那我们常常会这样 事情做做做做到最后呢 我们忘记为什么 要不要做美 要 美是为了什么 赏心愿目是为了什么 好 不知道 赏心愿目为了什么 要不要把道场整理干净 整理干净是为了什么 要不要把 佛法讲好 讲好是为了什么 要不要把事情做好 做好是为了什么 所以你只要记得 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一直问自己的动机 你就一直都在参残 而不是一直向外追求 好 那 这样子你才可以 有办法 真正的在这一生当中 你会找到一个修行的入处 你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入处 否则呢 就是迷迷糊糊 再多一辈子 再多一辈子 所以他在这里讲 或是或非 人不是 逆行 顺行 天莫测 谁能够知道你是谁 没有人真正知道你 所以你不需要去 做什么事情 来得到别人的肯定 那个肯定也是暂时的啦 你看世界上有多少的 什么英雄 历史评价 有好有坏呀 说你好 也不一定是你真的好啊 说你不好 也不一定你真的那么不好啊 因为每一个人有立场啊 所以是跟非 你要回到自己的心里啊 历史上的是跟非 它都是看 你是站在哪个位置 你才有是非呀 你有位置啊 但是道业上呢 没有办法有是非呀 你的心只有你自己知道啊 解脱没解脱 是不是 你说啊 心尽时 你念佛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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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念到最后成佛了 哇好高兴哦 那你是说 因为这个我成佛了 所以师父会好高兴哦 这样子吗 那你就不会成佛啊 你听得懂吗 你说成佛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 那不成佛呢 即使人家给你多少的赞 都没有用啊 因为我们还会轮回 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自己问啊 我现在做这些 有没有解决我们根本的 会轮回这件事情的问题 那你就会比较清楚 比较清楚哦 因为我们会怎样 我们会对事情 会有分别心 我们会喜欢这个 不喜欢那个 好那要怎么样 选择我们这一生当中 喜欢跟不喜欢 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 你只要问 能不能够让你不要轮回 就是这样 而不是你喜欢 你喜欢做的事情 喜欢吃的食物 喜欢睡的床 喜欢去的环境 你再喜欢 如果不能让你成就 那也是一时的 暂时的 你可以住在最快 最喜欢的地方 好 了解吗 好 那我现在最讨厌 最不喜欢 哦 我不喜欢在人群当中 我不喜欢面对那么多人 我觉得这个色身相慰触法 是一个很烦恼的地方 但是如果在这里的历练 可以让你怎样 可以让你成就呢 好 我们昨天啊 是不是去拜访那个 要帮我们拿那个 美国立的 的那个绿建筑标章 的那个老板 那个总经理 然后他说呢 他是哈佛大学 在他们在 在刚刚开始推出 这个立的认证的时候呢 他是全世界呢 第四个拿到证书的人 全台湾是第一个这样 很厉害哦 是不是 那现在当然也有 很多这样子的证兆 的这个济师 是很厉害 那他很早很早就 最早拿到了 他回到台湾 那时候完全没有 绿建筑的流行 现在是很流行的哦 现在因为大家 环保意识抬头 所以已经很能够 普遍接受 那刚才早期呀 那个时候呢 他的第一个案子 叫做台积电 台积电的案子啊 他说师傅 那个每天哦 不是洗脸 是洗身体 很严格啊 最高层级的 而且呢 这个这里面呢 的工程的部门啊 他的要求 做任何事情的要求 是逼世间的 一般的企业 还要严格 又更严格 所以呢 他去做这个案子 实在是 每天都扒皮 可是这就像杜金一样 有没有 有没有升级 他做过这个之后 他就无敌了 因为他做最难的 挑战过最难最难 最挑剔的老板 这最挑剔的老板 给他的 就是最严格的 做法 所以呢 造就他现在 他也是一个 很古猫的人 他也是 非常要求完美的 因为他第一个老板 就是最完美主义的 然后让他 人生 对自己的标准 对他做绿建筑的 这件事情 他提高 到原来对自己的要求 那我自己就听的是 一方面是很高兴说 认识这样子的一个 很杰出的 一个 这种 人才 二方面呢 我们自己也要要求 你到底想要让自己成为 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所以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说师父 为什么 宗教界 最接受绿建筑 为什么 因为宗教的理念 跟绿建筑的理念是一致的 我们都是爱护这个世界 就是要做环境 要环保 然后要做典范 宗教情操啊 他会超越利益的考量 他要做的是典范啊 他要做的是典范呢 那我们有没有要求自己要做典范 我们的修行 要不要用最高层级去要求 那如果是的时候 你个世间一般人的 是跟非 你就不会在意 因为标准在你自己 你已经是最高层级的 当有人说你不好的时候 你会很高兴说 真的啊 真的不好啊 因为以我的标准 我也很不满意我自己啊 你就不会生气 了解吗 是不是人家批评你 感恩 因为啊 我自己知道 我不想让人家知道 结果你被你发现了 说出来了 你要承认啊 一定有不好 人家才会看到啊 人家还愿意讲啊 不是就这样吗 好 啊说好呢 你心里也不会满意啊 为什么 因为说好啊 是因为你慈悲 我们真的好吗 我们真的值得 被人家称赞吗 是不是 我们成到了吗 没有成到之前 你听到的称赞 就是因为他也不知道 你成到了没啊 就是一个互相赞叹啊 是不是这样 因为我喜欢你 所以我都会说你好 我眼中的你就是很好啊 可是他真的好吗 老实讲不是啊 是不是很多人称赞 今天会发生你很棒啊 不够棒啊 所以你听到人家称赞 你自己心智肚明 不要得意洋洋啊 是不是 是大家呢 怎样 是真的慈悲 喜欢 支持 友善根 要支持 在修行的修行人 如果有人要批评你呢 你自己静下来 想一想 的确啊 也真的不够好啊 所以人家讲就讲啊 怎么会自己 又要去反击呢 又不服气呢 是不是 大家互相扯后腿的结果是怎样 就一起烂啊 要不然就是 你不要讲我哦 你自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哦 但何必呢 到最后就一直 就没有进步的空间啊 了解吗 所以要经得起人家说不好啊 要经得起啊 要有这种量啊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真的认识你 是跟非 只有你自己 最清楚 你要有这种心 你就不会把时间花在 无意义的烦恼上 这没有意义啊 师父肯定你 你又怎么样 你会成佛吗 师父不肯定你 你又怎么样 你要改进啊 而不是永远都是在那边 又被骂了 又被骂了 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一直要被骂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或是或非 人不是啊 逆行顺行 天莫测 你怎么知道 你这一生最后修行 会有什么结果呢 你为什么不要给自己 试试看呢 为什么不要借敬恋心呢 为什么永远要抱怨呢 我已经是接到这个任务了 我有这个天分 我就欢喜的接受他 然后把他当成是你的 真上缘 了解吗 这个人怎么这么挑剔 那你就接受他 因为一般人啊 都是要选环境 哎呀 我不要跟他在一起了 太辛苦了 压力太大了 我换组 是不是 有的人要换道场 这里的师父都这样 真的是太可怕了 我们还是换一间 你换一间会比较好吗 听说更不好 因为功课是你发心要做的 不是师父要帮你修的 你有一个缘分在某一个道场修行 你可以在这个修行的方法当中呢 增上你就好好安住在这个道场 除非你在这个道场呢 你不会进步了 你没有进步空间 你希望可以再更上一层楼 听得懂这意思吗 可是有的人是什么 他不管去哪里他都不满意 因为他就戴着有色眼镜 他也不要修 他只是去那边负责批评 有没有 也有这种人 有没有 道场也有这种人啊 他就是反正他就是负责 来这边混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开始批评你这样 找很多理由说 你看都不能呆了啦 这个不值得我呆 也修的不怎么样 所以我去换另外一个 看看有没有比较好 看到最后的结局 我会告诉你 几年后你就会说 没有一个好 是真的啊 我们遇过很多这种局势啊 觉得自己世界上 大概就是很厉害了 那没有一个人 值得是他的老师 没有资格啦 那你如果要这样子 即使有资格的人 在你面前你也看不懂 因为你看不懂啊 你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去 接受你人生的所有的预见啊 你人生当中的所有的预见 是什么 是你的愿力 或者是业力招来的哦 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 是你的心息来的 不是别人给你的 非天非人所能见语 有吗 甘心甘受都无原素 背经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这些经 真的随时都在告诉我们 我们学的法不够多 你遇到境界就只会倒 倒在那边 用不上啊 用不上啊 学的法够多 你会发现 它就开始产生效果 这样了解吗 我们要给自己加油 我要给自己力量 我要往前走啊 这个路上呢 没有人 负责把你推到底啊 是不是 万里屠城 即使 有同行的伴侣 还是要走啊 还是要走啊 那我们昨天就在讲啊 有的人戴手表 戴名牌表的 还不是迟到 是不是 我有 我有名牌表 每次呢 看到有人在炫耀他的表 我就想说 这个人迟到大王 他有那个表 要干什么 相信燦司啊 他有表有什么用 他有没有 他也没有在看啊 有没有 如果说 我今天是一个熟识的人 我怎么还会需要 去看我的表是名牌的 还是不名牌 你要上山 你有拐杖 是金色的拐杖 还是银色的拐杖 你是不是还是要上去 不是拐杖上去啊 你听得懂吗 好 我们穿得再好 吃得再好 然后再多的人 在我们的身边 你一天也是 还是24小时啊 我们这五分钟 起烦恼 你五分钟就是 拿去起烦恼 你不会有其他的 可能性啊 你就损失了五分钟啊 不会因为说 不好意思哦 佛祖 我昨天跟前天 都在起烦恼 所以不算好吗 重来 没有啊 不可能啊 是不是 比如说 不要说到最后 要总算账的时候说 不好意思哦 因为 我参加了错误的团队 结果呢 害我浪费了三 三天的时间 在那边找路啦 有没有 有时候你跟错对啊 那个导游把你找错路 有没有 是不是 你去怪死导游好了 你把那个导游 就骂到臭头了 你还是浪费了三天啊 是不是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计算的是你自己的修行 而不会是别人造成的错误啊 你为了别人的错误 别人的不理想 然后让自己在那边耽误行程 起烦恼 还是算在你头上啊 你不能跟佛陀讲说 很不好意思 那几个都不算 因为那是新语师造成的 那新进师害的 那个是新荣师啦 都是他啦 所以呢 通通扣掉之后 哪一个算你的 佛祖不会这样算吧 言罗王也不会这样算啊 是不是 报告言罗王 我会变成这样的 都秀不好 都他们害的 你去找他们 是不是 就很多人很无聊啊 都会来这样啊 师父 你去叫他怎样怎样怎样 我说奇怪呢 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他的选择 他的功课 我们就要开玩笑啊 就是 有一个居士啊 他 一辈子就是烦恼 他的 先生 所以每次呢 遇到他 遇到的时候 他就在 诉苦 讲他先生怎样 可是 旁边的人都看了 他先生真的是很棒 没有不良嗜好啊 可是他就是 放不下 有没有 那就 我们常常就会说 好 我劝你劝了一辈子 你都没有放下 请问 我劝的人 有没有放下 请问 我劝他放下 我有没有放下 我也没有放下 因为我一直试图 想要努力的叫他放下 我自己也没放下 我也劝了他十几年 所以就一群 没有放下的人 有没有 好 是不是 我要叫你改 你为什么就不改 好 你为什么就不改 我又没有放下 我也没有放下 我为什么一定要要求你改 我自己就常常在想 对啊 我自己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管东管西啊 那可不可以大家互相放下 可以哦 是不是 可不可以这样做 从此以后 师父不要管你 要自动导航 这样子 这是最理想的 各过各的 各管各的 自己把自己的 的事情做好 理想上是这样 佛陀的心中 理想是这样 每一个人 都能够像阿罗汉这样子 所做以办 什么意思 就是我该做的 责任范围 我做好 所做以办 我该做的 就做好 具足佛法嘛 有没有 如果你也所做以办 我也所做以办 是不是全部都好了 这个世界就是净土 偏偏呢 为什么不放下 师父 我如果放下 我不要盯着他 他就捅娄子 有没有 刚刚呢 我们那个局势啊 他就突然就讲 师父 我们呢 在台东过得好好的 结果呢 我儿子啊 去台北 就不知道 被人家参加一个什么 就什么 什么人呆保啦 就去做保人 然后就 负债了三千多万 都不用睡了 为什么 我们儿子 我们的儿子就怎样 就很单纯啊 什么 单纯跟愚蠢 是一线之格 是不是 来请坐 单纯跟愚蠢 不是在说你们啊 刚好有人 一来就听到重点 说单纯跟愚蠢 你看 我今天没有把自己顾好的时候呢 我可能啊 就会造成别人的烦恼 有吗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说要不要管 要啊 这个 如果你是正确的管 有方法的管 叫做菩萨 如果是出于执着 我就是喜欢控制 那就是我执 那就是我执 所以你自己要很清楚知道 你自己的发心是什么 否则 你就会落入两边 师傅 你不是说都不要管吗 你管我 你管我知识不良 你看新荣师 每天都被我骂 那个知识不良 三七步 有没有 每天 因为我每天看到他 我就先念他 为什么每天 他每天都在告诉我 说他刚刚去上厕所 他等一下要去上厕所 他刚刚搬一张桌子 他明天等一下要搬一张桌子 他下午要搬一张桌子 所以他永远的衣服通通都要绑起来这样 手都要撩起来这样 所以他永远都是被我看到就是 我就第一件事情就先念他 我也变成很执着 是不是 他就不要改 他也可以跟我说 等一下下课就跟我说 师傅你自己说的 你自己说的 你这么执着你要放下 了解吗 所以为了让我不要执着 接下来就请各位都盯着他 好吗 这样我就会好了 我就不用管了 有没有 是不是 让他感受到更多的人的关爱 这个就更厉害 这样就有效 听得懂吗 这样了解吗 这是另外一种方法 有没有 如果大家通通都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而且还可以做得很完美 完全不需要补动 这世界是不是最理想 最圆满 当然 可是有的人他真的比较不知道要怎么做 那我们可不可以 能力比较好的 学的比较好的 我们比较知道方法的 就多教一点 这个叫做菩萨的发行 所以有两种 有两种观点 一个叫做自卫得度而度人者 自己还没有成就 然后我要度人 有两个后面接下来的话 一句叫做 无有事处 你自己都尼菩萨过疆了 你不要管动管兮 有没有 你都做不好 你会凭什么要求别人 这是无有事处嘛 对不对 好 但是还有一种 自卫得度而度人者 是菩萨发行 好 菩萨发行 那你自己就要问 你要做那个无有事处的 还是你的心是真的是菩萨发行 这很难啊 很难拿捏 你如果觉得是无有事处 那你就独善其身 你要把自己心里面 对这个世界 对别人的批判 完全消音 否则你自己就起烦恼 你不要管 你就心里完全放下 你就是真的可以不要管 这叫做自在 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大家听得懂吗 就是我如果真的说好 我不要管 你就是真的要 你觉得你真的 那种不要管是 很自在的不要管 而不是烦恼的 叫人家不要管 这时候你就可以 自我解脱 你一定可以争到阿罗汉 这也很了不起 这个世间多了一个圣人 非常了不起 你看该放下的时候 你完全放得 完全很自在的 就像禅宗祖师这样子 大家在那边 争来争去 争来争去 遇到赵卓老人 赵卓老人就怎样 就那个鞋子啊 是不是 那个鞋子就放在头上 倒着放 然后就 就走出去了 他是真的放下 这自在 自在到这种程度 可以这样 你这时候你 你不用有关爱 可是 如果你自己心里面 哪怕还有一些些 你不能放下 你不能够没有声音 你心里面不会没有声音 不能够没有声音 哪怕你只是去 讲给别人听一点点 你都表示没有方向 讲给你自己听 也没有方向 你很闷 你一定要有一个 宣泄的出口 那你要承认 你不是放下的时机 你没有方向 就要怎样 要尽全力的 去完成 自己遇到的任务 善待所有遇到的人 你尽 要尽全力 因为表示 我们的那个我 太小 太狭隘 所以都做不好 没有做好 功课 重修 再重修 重修 再重修 所以 如果 我们不会 因为别人的 破洞 而 起烦恼 被殃及无辜 即使被人家 推到地狱里面去 都没有关系 甘之如鱼 很开心 没有关系 这些锅子 都是人家造成的 我也泡得很高兴 好 那你就可以 独善其身 否则 这个世界 不是所有的人 都有共识 说我要做好 我自己的事 这个世界会 一直不断不断的 有你的 旁边的 各式各样的人 出很多的疲漏 很多的窝子 很多的不完美 你要发心 帮忙修补 这叫菩萨的发心 新菩萨道就是这样 你与其抱怨说 都没有人来帮我 不如说 我很不错 我可以一个人 做十个人的事情 很棒 我多做一点 因为 全部都是 你自己 在累积 这样了解吗 基本上是这样 如果每一个人 都做好了 我们就通通都一起放下 所以以后我们的道场 盖好的地方 盖好了之后 有一区 闭关区 那个都是 自己可以管好自己的 自动导航 那一区 就是给 你完全可以放下的人 你就在这边 就修行 道场永远护持你 让你衣食无余 你心无旁骛 你可以完全的闭关 就是完全放下 你到时候 你要说 师父 我觉得我已经 到那个程度 我可以了吗 可以 你可以进去的 你自己也知道 你可以去闭关了 我也希望 我自己也可以 有因缘 我真的可以在里面 可以在里面 闭关 用功 好 那但是 有很多人 我要怎样 我要借由 在道场的 修行的因缘 因为你要修行 行菩萨道 众生要成佛 菩萨是不可以 没有众生的 是不是 你去哪里找众生 你在道场 最多嘛 最多可以让你 发心的事情 可以让你练习 无我的机会 你在家里面呢 转来转去 就那两三个 人不够多 不够折磨 而且有很多是 一种执着 那在道场呢 一个公共的地方 人多 就怎样 嘴杂 有没有 人多 就是非多 烦恼多 乱七八糟 各式各样的 意见一大堆 是不是 人家说 哎 道场是不是社会 是 是社会 因为人组成的嘛 但是是不是黑社会 那就要看 你是不是老大 你如果是 那可能就 就是 你进来了 就变黑社会 是不是 你如果没有进来 人家本来就过得很好 是一个 很和平的社会 你家进来 就变黑社会 为什么 那就是因为你造成的啊 如果是这样 好 道场呢 是大家行菩萨 到一个很好的地方 很好的场所 很好的场域 因为有很多 忙不完的公众事物 让我们可以磨练 解决自己的烦恼 可以学习各种法门 叫法门无量誓愿学 学完了 你就成就了这一份功德 佛陀三大二生期节修福修会 最后一百节修向好 光是一个向好 他就是修大福报 叫百福嘛 那个福是什么 好 就是 比如说其中一个福 三千大千世界的人 全部都瞎眼 他 让他重获光明 就当医生嘛 是不是 眼科医生 治好所有的人的眼睛 是不是 好 所有的人都发疯了 让他变正常 这是现在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是这样 想不开 让他想开 不快乐 让他快乐 是不是 我们在普贤心愿品的时候 有没有 为失路者 让他寻回正路 有没有 在黑暗中 帮他举灯 有没有 我们在人生的无名当中 真的很需要看清楚啊 因为黑黑的走不了 不知道前面怎么走 我们帮忙举灯嘛 不快乐的 我们让他怎样 这个找回他的快乐啊 那个应该每一个人都要开开心心的啊 可是怎么会不开心呢 一定有原因嘛 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啊 在道场呢 就可以发挥这种功能 为什么 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知道 自己的人生出问题 要怎样 你看很多人学佛都是这样 平常没有事 然后真的有事了 赶快无事不登三宝殿 赶快去学佛 所以如果我们待在道场 最容易接到case啊 有没有 最容易接到那个来道场啊 爱寻求 是不是 他需要 可是一般人不会讲啊 他不会讲说我有病 我需要治啊 可是你观察这十几年 你有沒有发现 真的每个都有病啊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病 有啊 我有病呢 你知道吗 我们每个人都有病啊 我们每个人都有病啊 我们要来把病治好啊 但是不是来这边说 太好了 我有病 这全世界不是只有我有病 还有这么多人病比我更严重 哈哈哈哈 太好了 你这样有什么用 你很高兴吗 是不是 在比谁的病比较重 然后我不是那个最严重的那个 这样子你的病会好吗 你的病不会好啊 你听得懂 病不是比较的 病要治啊 有病就要治 有病不是说 去问说 哎 你有没有这个病 哎 你也有 太好了 这样子 我不是孤独的一个 这个心态不是很幼稚吗 你了解吗 所以呢 就知道 逆行顺行天莫测 他为什么不能测 老天爷的修行 他没有要这样修 只有出世间的人 你的目标是要成佛 你才会知道 你应该要怎么样 善用你的每一个因缘 每一个遇见 每一次的因缘都是你的机会 不管他是逆行还是顺行 因为我们要圆满的 就是这样子的功课 自卫得度 而度人者 菩萨发心 因为我要圆满 菩萨的发心是什么 就是我要成佛 我要圆满 那如果说 没关系 我们都练习放下 通通都不要管 那你就是罗汉的发心 可是罗汉不管 不是愤愤不平 算了啦 这个实在是太恐怖了 这个世界太乱了啦 这不是我们能管的啦 算了算了算了 我们去住涅槃好了 你还蛮厉害的 还可以说 愤而入涅槃这样 你是真的能够入涅槃的 所以 因缘是这样啊 就虽缘 你看你们讲罗汉的故事 不是就这样吗 度化 已尽 所作已伴 入涅槃 没有我的事的 你要走就走啦 自在的啊 了解吗 你说 这个佛陀还有处罚 那个冰头颅尊者 不准入涅槃 有没有 他有痛苦吗 他哪有痛苦 他如果痛苦 他就不叫做 他就不叫做冰头颅啊 是不是 他就不叫做阿罗汉了啊 他不能够入涅槃 对他来讲不痛苦啦 不是痛苦 只是佛陀就说 你要继续留着 所以他是世界上 最长寿的人啊 有没有 大家都羡慕的要命 有没有 是一般人很羡慕啊 很羡慕说 哦怎么可以活那么久 有没有 我们是没有办法 只好走嘛 谁不想要活到120岁 如果人的平均寿命 180岁 我们也想要活到180岁 如果人的平均寿命 可以5万岁 我们也要活到5万岁 是吗 是不是这样 只是因为你 你没有那个能力 你只好说 好吧 那我就入涅槃 问题是 你如果有本事的话 你爱入不入 你都会随缘 所以有爱 有不爱 是因为你做不到嘛 你了解吗 有爱有不爱啊 是因为我 我还有障碍啊 那个障碍才会导致你有取舍 要不然你就随缘了啦 你没有那么多的情绪 那么多的想法 就随缘啊 都可都好 都好 我们今天要在台北 很好啊 今天不要在台北 也很好啊 今天疫情 这个开始 又严重了 我们 那就还是要修行啊 还是要做早课啊 不能说 因为疫情 太多了 所以 就不要做早课 没有这种事啊 你还是要修行啊 今天如果放香 你还是会做功课啊 你不会因此就 真的就 哇 放香了之后 你就不修行了吧 你说师父 今天放香呢 今天功修呢 那我的修行 是不是可以暂停 没有啊 也没有暂停啊 只是没有 形式上的那个功课 但是你的心 有没有在修行 你还是继续修行啊 你有烦恼的 还是继续烦恼啊 没烦恼的 还是没烦恼啊 不会因为 有没有早课 有没有放香 有没有到场 有没有去哪里 而改变的 一切时钟 一切处所 都一如 这个叫做修行啊 它不会改啊 但是我们常常会 有分别啊 师父 你怎么分配我这种工作 我就不喜欢 你不喜欢 你还是得要做 因为这个是常驻 分配给你的工作啊 有没有 要不然我们来交换啊 你比较喜欢师父的工作吗 你如果坐在我这个位置 你就真的很无奈啊 好像什么都是我要做 刚才那个要签约 连一个本 笑死了 要去买一个本票 买半天 问静雯 静雯说 我不是都要去哪里买 那我能靠谁 然后我说 静雯那你Google一下 会Google的 对不对 找到的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 静雯你会骑车吗 不会 太好了 所有的人都在睡午觉 只能靠静雯 然后静雯说 他这个也不会 那个也不会 我怎么办 只好最后 就心语是自己去 然后呢 傻的就是这样啊 什么叫傻的 人家现在什么时代了 瞎窄就有了 然后我们自己还跑出去买 就很无奈啊 然后就打电话 问那个 船务 然后又问那个穷慧 你们两个 可不可以抽一个人去买 去买一下 然后他说 一个不会骑车 一个没有带证件 搞到最后 实在是 怎么会有这么乌龙 昏倒了 没有昏倒啊 最后还是成功了啊 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就在想 我们也真的也是有问题 怎样有问题 因为我们又不是开银行的 我们怎么知道有那么多东西要准备 是不是 我们又没有住过这些什么买地啊 卖地啊 交易都很少啊 贷款也很少啊 以前的出家人哪有那么难 就拿一个波就走出去 有饭吃就有饭吃没饭吃 那回来还是有饭吃 那真的都没有饭吃 那就桌下来打错好了 就这样啊 那么简单 现在的生活 现在这个时代 很麻烦 很复杂 怎么有这么多的条条框框 是不是 以前的人都没有那么复杂 现在都是连要好好的静下来 等一下要上课讲个课 你都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琐碎的事情 可是你不处理不行啊 这是我们自己希望怎样 你不要说 这都不是我的事 是这是我们的事 为什么 这叫做沉沙祸 是不是 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啊 不用骑着摩托车还要出去找文具店 是不是 原来这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解决了 要不然自己手画一张也可以啦 因为他就是一个本票嘛 就是那个知识是要经过很多很多的经验累积 你就会了 所以遇到这个事 我们不要烦恼啊 就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啊 以后我连带书的工作我都会了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我都会了啊 煮饭我也会了 现在盖房子我也会了 然后绿建筑我也会了 然后呢 你说要唱歌我也会了 然后现在要 我们要在台北开一个实验剧场 我现在来当导演了 是不是 这个我也会了 所以那个歌舞参技我都会了 那这个是什么样 哇师傅 你已经迷失了 你怎么跑去学这些 没有 这是行菩萨道的工具 我会了 不表示我要变成怎样 我就要真的要变去变导演 我会讲脱口秀你相信吗 但是我就一定要去开一个节目吗 没有啊 我们还是我啊 我们还是要正到阿罗汉啊 我们还是要以成佛为目标啊 这些方便就是你以会就好 你不一定要变成那样吧 你了解吗 那世间人可能就是 有一个专业 他可以赚大钱就好了 我们不是啊 我们不是为了赚大钱 而学这个专业啊 我们是因为行菩萨道有需要 所以我要会 我们要学一切法 这叫做成就一切志 所以顺或不顺 它就是一个机会啊 那你如果像刚才这样子 求救无门 所有人都在睡午觉 只有都不会的 能依靠我怎么办 那我就只好怎样 就原来我就知道了 以后不可以在大家都不在的时候 潜约 叫不到人 叫不到人 是不是 你看行进师你不要一直笑我我刚才的那几个问题问你你也告诉我 我不会 是不是我们不会的太多了 真的什么都不会很多都不会啊 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不是就很开心 那你如果把它当成是烦恼呢 那你要烦的事情太多了 你每天就就说 我怎么在那拍名 你就继续学啊 你就继续演啊 你要当阿信很简单啊 你就继续演拍名的那个苦主啊 是不是 就是你看 精彩的电视剧的那个男主角 女主角都是历经磨难啊 那你要去演那个吗 所以呢 逆行是什么 顺行是什么 看你怎么想 看你怎么去成就这件事情 所以呢 他讲我早曾经多结修 不是等闲乡狂惑 我今天呢 今天来做这件事情啊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不是刚刚开始的 其实是带着过去的修行 到现在我们真的就是延续自己的用功 所以遇到的这些事 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啦 他一定有他的意义 不是等闲之事 不是一种无谓的纠缠 不是没有原因的 只是因为你不明白啦 我们没看清楚 所以我不知道就很容易 如果我今天的承受度很低的话呢 你就会去发现 哎呀怎么你每天都在起烦恼 因为每天都会有烦恼不完的事情 让你起烦恼 如果你决定你的人生 要在烦恼中度过的话 你一定可以度过 一定可以很成功的 好日子不多 你一定可以很成功的 每天都有很多烦恼的事情 是哦 因为苏博世界很精彩啊 很精彩啊 那但是如果你发愿 我就是因为多生累劫的修行 我现在要大功告成了 这些所有的发生都是来锻炼的 那就一定可以保证 因为这一篇叫做正道歌 是叫正道的 他不是很开心只是唱歌 他唱的歌不一样 是每一句都可以让我们正道 是这样哦 这不是狂惑哦 他不是在那边讲那个风花雪月哦 他不是跟一般的那个吟诗 什么禅诗一样 他不是哦 有很多人喜欢写诗 写那个禅语 那个人没有什么用处啊 春有百花秋有月 这有什么好写的 是不是 春天本来就有百花 秋天本来就有月亮啊 是不是 可是呢很多人喜欢嘛 是不是 明明白白一条路 千千万万不肯修 那然后呢 还是不修啊 哦 师父好好听哦 我会唱哦 唱给你听 唱完呢 人家就已经在骂你了 你还是那一个千千万万的人 是不是 你自己要去让你这人生只剩下吟诗作对 也是可以的 可是 这个大师呢 讲什么 他说 不是等闲相狂阔 我没有在骗你们 就这样哦 所以这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希望呢 大家真的要把这个正道歌 反复去想一下 用功一下 好我们先休息 等一下来看下上第二堂课 好 我们先试下 来点赞 我先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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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试下